好接下来呢在我们的刚讲那个物件的功能里面 我们刚抓出来这些东西都叫物件 那物件上呢它就会 它就有那个图层的概念 所以你就是如果你希望这个东西在前面 你就可以选在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然后就可以选到它 然后做那个图层的上下的选择 图层上下的选择这样 好就可以决定谁在前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做教材 常常需要去背 那去背的话呢这里 有一个叫做功能叫做去除颜色 去除颜色 那这个就是去背的动作 所以你点一下去背 点一下去背 然后你就可以点这个背部的部分 你背部的部分就稍微拉一下那个颜色 在这个背部的地方稍微拉一下 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把那个不要的颜色去掉 所以我像这一个这个图案也是 我一样可以点不要的地方 然后我再拉一下 因为你的背景如果不是很干净的 是渐层的它就会有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把那个距离稍微拉远一点 它抓取的那个颜色就会多 它的层次就会多一点 就能够去的比较干净 所以你可以稍微在里面拖曳一下 拖曳一下去决定我要去背的那个颜色的层级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去背 很简单很简单的去背 拉一下 那OK要记得 你如果确定好了就要按打勾 这样子它才会 就是做确定的动作 刚刚如果你没有 没有去做那个打勾的动作 你没有做打勾它就会恢复 所以这样子就去背 刚刚这个去太多了 所以这是简单的去背的部分 各位试一下 因为我们在做教材的时候 你像这样子有背景的 是蛮丑的 会不符合老师这个 试试要求完美的个性 所以我们通常会做去背的动作 会做去背的动作 这样子重叠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美观 好这个部分老师做一下 没有问题的请你输入4 做一些比如说这两个图案 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假设这三个图好了 这三个图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个物件 它目前是三个物件 所以你移动的时候 要三个一起动 放大缩小也是个别处理 那可是我如果今天我要 把它三个组合在一起 全部一起处理呢 那这时候我要就要用选择的工具 把它们先全部选在一起 那特别跟电脑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选择的概念 并不是像我们电脑的概念 是用拖曳的 不是这样子 它不是拖对角线 而是呢 它在这个选择的模式下 它是你的指标要去划线 只要经过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就会被选到 刚刚没有经过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就不会被选到 所以它是用划线的概念 比如说我这个头盔 要跟这三个一起选到的话 我要这样子走 只要有划到 它就会一起选到 没有划到的部分 它就不会选到 所以它是这样的概念 这是选取的部分 跟一般电脑不一样的地方 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也要选它 那你就把它划 划过去经过它就好了 就是选到这两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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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